感谢您来到闲话日本 我是国威 在社交媒体上 不时的有人在兜售日本的厨房药 一般都会写说 这是什么什么神药 对什么什么病有奇效 世界最好的什么什么等等 这种表述到处都是 种类那也真的是 从头疼到脚气 从心脏到皮肤什么都有 在看的从业人员 有日本的留学生 家庭主妇 公司支援 当然也包括一些 没有来过日本的 也许是批发代理 或者干脆可能就是个卖假药的 通常这种厨房药 都跟日本代购放在一起 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传统的日本代购 一般卖点什么化妆品 服装鞋帽什么的 基本上没什么利润 定价很透明 随便一查就知道了 卖家加个10% 20%的利润 挣点辛苦钱 再赶着一个买家要包油 那就更没什么利润了 但是处方药就不一样了 一般的人很难查到处方药 到底卖多少钱 这样这个卖药的人 就可以加个30%还是50% 300还是500% 就看他心情了 而且这个卖药的人呢 如果他在日本 是用自己的医疗保险 去买这个药的话 他只要付30%的钱 三折进货就OK了 如果卖的是假药 那利润就更厚了 在这儿啊 咱们首先严正声明 贩卖日本的厨房药 是违法行为 在日本属于违法销售厨房的药物 要被判处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300万日元 差不多和人民币20万 以下的罚款 如果他是留学生 或者工作这种签证的话 也要被强制的遣返的 在中国国内呢 这些药物 因为不在药监局的销售名录上 这种行为就是在卖假药 所以呢 在网上销售日本的厨房药 是违法的 但是仍然有人在买这些药 或者正在考虑买这些日本的厨房药 其实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啊 首先呢 可能有的人一直在吃这些药 对吧 凑巧吃完了 你现在疫情或者来趟日本挺麻烦的 不愿意来 马上买点补补货 再有呢 觉得说谁谁谁可能吃过了 我听说 那我呢 也想搞一点试一试 同样的疾病 同样的病友吧 还有呢 觉得日本什么东西都安全 这些药就算治不好 估计也不会出大事 太信任日本的安全性了 再有可能真的国内没有这种药 那只能吃一吃日本的 不管是哪一种吧 这种心情都很理解 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每个人用自己的钱买什么 是自己的自由和判断 我呢 作为一个在日本常年从事医疗工作的人 借助这个节目 主要是给您提个想 在网上买的日本的厨房药 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主要呢 体现在三点 首先 家药风险 我们的工作环境 就是在日本的医院里面 经常就会收到国内的亲戚朋友 发来的照片 这个什么什么药 你用不查着 我就找我们日本的药剂师查 定了工了查了半天 没这东西 压根就没有日本这个药 一个日文的盒子 一个日文的瓶子 里面装着未知的片 不知道是什么 这就是假药 还有呢 不时的有人会给我打电话 要高价收购 莫莫真记得 外边那标签 就是贴的那个不干胶纸 或者什么什么药的外包装盒 高价收购 我相信它肯定不是机油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 咱们都想得到 还有呢 就是一些在中国国内 很人气的日本药 那在日本大宗的劲进不来 那所幸在中国成本也低 就做假药了 各种各类的假药都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呢 有些人吃这个假药 真的这个病症还变好了 这个呢 在医疗上专门有一个名词 叫安慰剂效应 具体是什么 有兴趣的 可以百度一下 类似于什么呢 就像我们过去生病 然后挑大食 弄点什么香灰 对白开水喝了 好了 跟那个基本原理是一样 而且临床上这种安慰剂效应的比例啊 还真就不低 但是不管怎么说 假的真不了 假药是没有治疗效果的 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呢 副作用的风险 我们经常说啊 是药三分毒 现代的医学呀 太发达了 呈现出了一个物质载体 就是我们说的药 别看这一小片药 背后有庞大的知识体系 是一般人 无论如何都没法掌握的 比如说一瓶消炎药 它背后可能有这个炎症和细菌的关系 可能有细菌的生理结构 可能有药物杀灭细菌的激励 可能有身体的代谢 可能有药物的半衰期等等 这些复杂的医学原理 就体现在这么一个小药片上 不明就里的人吃掉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吞咽这个动作很简单 这么复杂的体系 没有人掌握 只有专业的医师 药剂师 他们知道 这里边的最大的风险 就是我们促成的副作用 有点像什么呢 很多人来到日本 必吃了一道美食之一 要吃河豚 但是河豚啊 它的卵巢是有剧毒的 但是只是厨师们非常的专业 烹调出来的美味 让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去品尝 换一个倒霉的厨师 比如换个什么扫地的员工 再做这个河豚 还有人敢吃吗 就是这么个道理 药物的副作用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比如说有些治疗白血病的厨房里边 会包含一种元素 叫三氧化而生 就是我们俗称的皮霜 当年啊 武大郎就是死于这上面的 这个东西的副作用 有人敢尝试吗 再比如说 有一种日本治疗失眠的厨房药 如果和酒精或者碳酸饮料一起喝的话 直接会导致短时间的失去意识 甚至失去记忆 很危险 还比如说有一种厨房剪的药 虽然可以很好的抑制食欲 但是如果服用不当的话 会上瘾 就像吸毒一样 等等吧 这些药物的副作用 是一般的人所不了解的 是那些网上卖药的人所不了解的 真正靠谱的还得是医主 就是医生的意见 再有一个就是服用风险 同样的药 不同的人 吃法可能不同 比如说儿童 成人的厨房药 很多成分是儿童禁止服用的 有些人就单纯的想说 小孩病了着急啊 我把我这个药 给他用量减低一点 看看小孩能不能吃 绝对不行 再比如说老人 年轻人啊 和老人比起来 老人的脏气的功能会更低 身体的功能会更弱 所以同样的药 老人吃起来 药效会体现出来更强烈 副作用也会更明显 代谢的也更慢 再有呢 很多的老人 他除了要治疗的这个疾病之外 还有其他的慢性病啊 什么的这些疾病 那么吃这个药 会不会加剧其他的疾病 这些都是需要医生的判断 不是一个网上的卖药的人 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还包括一些 哺乳期的妇女啊 一些怀孕的人啊 等等吧 在这些服务用的时候 都是特别要注意 要想安全的拿到日本的厨房药 首先本人必须要来日本 进入到日本正规的医疗机构 跟日本的医生有一个面诊 有必要的还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和化验 在这个结果之上 医生才能给到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处方 拿这个处方 再到日本的接收的药局 才能百分之百安全的相对小风险的拿到日本的处方药 最后再总结一下 每个人呢 面对这些日本的处方药都有自己的判断的标准和自己行动的自由 针对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些风险 如果仔细的考虑一下 再做出判断 做出行动的话 不失为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人的态度 好吧 今天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